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8月3日 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一党独裁 让人民当家做主 多党执政的反共标语 这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后 继湖南楼底天桥上悬挂四通桥标语后 也是继四通桥之后 北京街头又出现了一起反共标语事件 综合媒体引述 据社交平台X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8月3日的贴文 一名男子骑着一辆电单车在道路上行驶 车子后备箱的外壳上写着打倒一党独裁 让人民当家做主 多党执政的标语 贴主表示 事发地位北京 对此 有网民在贴文下留言说 谢谢勇士 在暗无天日的世界里 批出了一道光 最近越来越频繁了 好事 还有网民表示 这不是流动的彭在舟吗 加油 这样的人越多 好日子就越近了 还有一位网民说 炸雷了 于无声触听惊雷 先是四通桥 湖南又是北京 真是春雷滚滚 不惜停 但也有人替这位电单车小哥担心 这样的人希望越来越多 低调反共 保存实力也很重要 事实上 就在一个礼拜前的7月30日 美国社媒体X平台上 发布了一则短片 在网路上引起震动 美国之音报道 湖南楼底新化县商业区的一座天桥侧栏杆杆上挂出了两条长长的白布红字横幅标语 其中一条上面赫然写着罢免独裂国贼习近平 这一幕再现了2022年北京四通桥反习横幅事件的壮举 发布这则短片的事涉媒体知名的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这则发文说突发 7月30日 湖南楼底新化县有人在天桥上挂起四桶桥标语 并用音响大声播放要自由要民主要选票 罢客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视频画面显示 这是新化县县城的一个繁忙的商业区 白色横幅就挂在连接街道两端住宅楼的白色天桥的栏杆外侧 天桥下面车流不断交通繁忙 街道两边的住宅楼外面挂着各种广告 在中国出现这样的反动标语就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通常都会立刻引起当地公安或治安员的高度关注和紧张 并在很短时间内予以拆除 更不用说反标就挂在商业区的热闹路段 但是在这个视频上 高音喇叭在播放标语的内容 没有看到公安的身影 车辆依然来来去去 对此 纽约律师 民运人士陈闯创对美国之音分析 湖南兴化这起抗议事件的形式 与四通桥的彭丽发事件非常相似 而彭丽发在四通桥事件后 销声匿迹近两年 家人也被中国当局控制 他认为这起事件的发起人 是下定了决心做好最坏的准备 对于无法再容忍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去 肯定是有明确的诉求 陈闯创进一步分析 相对于彭丽发在抗议中同时着重于民生问题 湖南兴化这次抗议 直接引用了彭丽发诉求中最核心和要害的部分 那就是要民主 要自由 要选票 和罢免习近平 他认为 其实核心还在于 中国这个极权体制统治下去 仍然没有自由 所以不管在什么方面 中国无法向好的方向改变 都是因为中共这样一个极权统治 所以这一次的抗议和上一次相比 最突出的变化在于 这一次的政治性就更直接了 另外 有观察家指出 湖南新化线的这起反习标语事件 与中国最近两年经济全面疲软 当局对民众的控制全面强化有关 疫情结束后 人们期待的经济强劲反弹 不仅没有发生 反而进入了改开40多年中 罕见的持续低迷阶段 房地产市场崩盘 波及经济的许多产业 再加上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化出口失速 和政府债台高筑 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三大驱动力 同时熄火 导致房价大跌 失业飙升 工厂大批倒闭 普通民众的生活遭遇巨大的压力 新化线事件 只是中国人民对生存环境恶化 发出的另一个抗争的呼声 受彭丽发四通桥事件启发 在山东济南万达广场建筑物上 投射反共条幅的柴松 则谈到 中共一直不断推出高压政策 打压异议人士 比如 最近北京又急于推行网络身份证措施 这恰恰说明民众对中共越发不满 他说 从最近中国政府推出的网络身份证的政策来看 中国政府又在这方面加强了他的管控 那么也间接的说明 料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们对中国政府的不满也越来越高 柴松提醒中国民众上网要尽量注意安全 免遭迫害 他说 在这个问题上 首先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尽量的去在网络和科技方面加强自己的安全一时 尽量的做到减少暴露自己行踪的方式 不过 事件发生后 外界也纷纷猜测和关注这位湖南彭丽发的下落 8月2日 最初揭露这起事件的推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在X账号发文 只刮标语的是当地22岁青年方艺荣 在视频中他表示 自己大学毕业前参与白纸革命 因在海外通信软体Telegram上发表支持民主的言论 而被中国国安部盯上 自此国安部开始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脑控迫害 方艺荣表示 自己现在发这个视频是为了证明 他已经不害怕他们了 他说 暴政必然可怕 但权威压不夸人心 习近平再怎么迫害我们 也阻止不了民主思想 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人心中生根发芽 他甚至引用前总理李克强的话 指长江之水不会倒流 希望中国人能早日摆脱专制 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也做好心理准备 深知做完这件事后 自己可能会被精神病 也可能会死在监狱里 但是他坚称自己不会后悔 在另一则文字声明中 方艺荣则提到 2022年11月的新疆乌鲁木齐大火 使他对于中共暴政的最后幻想破灭 2023年7月中旬之后 方艺荣遭到软禁与折磨 家人也被施压 他曾尝试与中共妥协 但最终意识到与魔鬼是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 推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并没有交代方艺荣现在的处境 相关事件之所以深受外界关注 是因为两年前的四桶桥事件 当时也就是2022年10月13日 一届书生彭丽发在北京中关村四桶桥上 扯出了两条横幅 一条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封锁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这种直接表达民众的政治诉求 将矛头直指中共当局最高领导人 惊世骇俗的勇敢行为 在中国内外都引起了人们广泛的震惊和赞叹 中国网民们不顾网络审查 他透过社群媒体大量转发相关视频和图像资料 撑拉横幅者魏勇士及中国男 网络审查人员迅速清除社群媒体上 有关反对清零和反习近平横幅的贴文 微博上有北京或海淀等标签的相关贴文 据报道也都被删 彭丽发在完成悬挂标语后 平静地留在四通桥上等待公安的抓捕 他目前的下落上不清楚 美国之音记者去年10月获悉 原来与彭丽发一同在北京生活的妻子和女儿 已经被送至黑龙江农村老家监视居住 连带他们的家人 家乡公安机关和同村相亲等相关消息 也被严密封锁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 各地的养老危机也愈发凸显 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 养老资金短缺问题日益严重 成千上万普通老人 只能依靠微薄的退休金 艰难度日 而中共权贵阶层离退休后 依然能享受奢华待遇 这种官贵民间的体制 在中国民间正在激起重怒 美国之音专门报道 新华社援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说 中国全国60周岁以上的人口已近3亿 专家预计这一数字在2035年前后将突破4亿 到本世纪中业将达到约5亿 习近平治下民生凋敝 财政入不敷出 潜在危机正一步步传导向包括老人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 来自玉西农村的45岁电脑城市师杜先生分享了他家的情况 疫情后他就失业在家 两个孩子在杭州读书 年迈的父母留在农村老家 母亲身体不好 看病成了家里最大的开销 大病如果花费10万 自己估计要出8万 杜先生介绍 家乡最近几年有了一些小工厂 但数目有限 50岁以下的人基本都外出打工 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村里 另外一位家住江苏的王晋先生 今年90岁和老伴育有三个子女 退休前经营家庭作坊的小生意 王晋先生的女儿表示 老人靠着小生意维持生计 省吃俭用给两个儿子买房成家 王先生的老伴表示 丈夫身体不行了 他还能照顾 女儿也经常来帮忙 要是他也不行了 那就只能靠三个子女了 两位老人的子女在当地做小生意 每天忙到晚 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生计艰难 王先生的女儿表示 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义务 即便生活困难 他们也会轮流照顾父母 或者请保姆分摊费用 报道引述中国健康老龄化发展蓝皮书 2023-2024披露 中国养老模式基本构成9073 也就是约90%居家养老 7%一托社区支持养老 3%机构养老 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成年子女陷入危机 老人的生活也间接受到影响 文章写道 养儿防老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 身体雷弱和经济匮乏的老人 对成年子女的依赖更多 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成年子女陷入危机 老人的生活也间接受到影响 尽管习近平治下舆论环境不断恶化 防民之口似乎成了中共维持统治的第一要务 然而中国民众还是想方设法 利用各种管道来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在中国的社交论坛里 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表示 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月薪四千的实习工作 还要每月打一千元给没有退休金的爷爷奶奶 以免他们的生活过于凄惨 观察人士指出 受制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 中国养老资源的城乡分布也不是均衡的 很多农民到了退休年龄 没有养老金 生了病莫前一致 只能等死 前文提到的杜先生 谈到一个邻居的老人 去世前因为家里没有他可以住的地方 只能在村干部的调节下 在家门口的小角落修建一间小平房居住 但今年夏天河南高温四十度 老人因身体不好 加上饮食默认照顾 最终去世 他说 这绝对不是个例外 在一个村子一共一百多户人 这样的事情 他知道的就有几个 都先生表示 村里老人一个月只有120元的退休金 生活非常困难 如果得了几万块钱 才能治好的病 他们就只好任命等死 江苏的王先生老伴也无奈地表示 自己和老伴以前还有一些私房钱 但由于大手术和老伴身体不好 看病花光了积蓄 他说 农业社的人一辈子都是吃苦的命 不像那些干部和商业社的人退休能拿很多钱 据中国社科院今年五月的估计 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将于2035年耗尽 对此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教授 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人口老化在学界叫未富先老 人口老化 生育率下降 是每一个发达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但是他们因为比较富裕了 社会积累比较雄厚 他的保障制度比较健全 这是在可以解决的范畴里面 而在中国社会 养老变成一个危机 因为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 中低收入的国家 如果把农村农民算上 那更不得了 此前 人口学嘉义富贤 今年三月在美国之音发表的时评文章中指出 中国的人口结构与高收入国家很接近 而人均GDP只是其四分之一 是典型的未富先老 冯崇义补充说 在这个经济发展水准上 中国老龄化已经达到和所有发达国家同样的高度或更高 哪怕他经济上目前这样状况 他这个养老金缺口都很大 何况现在他的经济高速发展已经结束了 失业的人口会更多 于是他给社会福利这一块的压力会更大 所以很多人会担心这个将来很多地方发不出养老金来 在一些穷困的地区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度日 那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冯崇义还提到十几年之前的胡温把养老纳入财政里面给一点钱象征性的 但是因为地方财政没有钱 哪怕有这样的规定 很多地方财政根本支付不了养老金 因为现在中国有三大危机 房地产危机 金融危机 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 很多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完全靠转移支付来做 中央政府的税收也在锐减 易富贤也指出 中国还面临人民币贬值压力 劳动力在快速减少 产业链政转移到一带一路国家 经济减速导致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 也就说 由于深陷老龄化陷阱 即便以人均GDP为标准 中国也很难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对此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分析 中国当局一向不把农民放在眼内 中国政府只知道向农民征收粮食 从来不管农民的死活 从前农民是一分钱一分福利都没有的 只是后来有一笔所谓养老金的补贴 这个补贴的标准实际上是很低的 冯崇毅也表示 胡温时期做了一个照顾民生的改革 把农村也算进养老金系统里面来 但农民一直是二等公民 有些地方给一百元一个月 有些地方一百五十元 那按照现在的物价水准 背水车薪 跟以前一分钱没有相比 是一个进步 但是农村农民还是很凄惨的 他说 中国的布公 在政治上学叫做付福利 中共政权立国以来 对于底层民众来说 一直实行付福利制度 在西方世界 有社会安全保障网 是保障制度 给穷人 收入低的人提供社会福利 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这叫正福利 也就是穷人受到补贴 可是在中国 这些福利 包括医疗 住房 都是按照你的级别和等级来提供 当的官越大 收入越高 你的福利就越多 你如果工资越低 级别越低 你的福利就越少 它是负的 这就叫负福利 当道士级 厅级 干部 基本可以过共产主义生活了 配很好的房子和车 有警卫 保姆 秘书 哪怕退休后也有很好的待遇 所以他们是按级别来发放补贴 冯崇义进一步指出 县级以上医院都有高干病房 高干的概念是13级以上 中国公费医疗80%以上 花在高干身上 高干现在像厅级或副省级以上 他们就会享受这种待遇 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就可以享受一些待遇 这些待遇是100%报销 而且他们可以用进口药维持生命几率很高 哪怕是大学校长 像厅级或副部级 这些校长本身他每年都是几百万一个人的花销 所以这是相当不公平的 本来中国如果按照分配制度讲 他的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占GDP的比例 本来是全球最低的那个档次 本来就很少 又被这些特权阶层占用了 底层这些老百姓会少得更可怜 观察人士说 相对于西方国家通过个人所得税和社会安全保障网 用高收入群体缴纳的税金 来确保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待遇 中国共产党政府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用从下层民众身上盘剥来的血汗钱 供养大批党政官员 而中共特权阶层离退休后 所享受的福利往往仍是普通民众所得养老金的数百倍 中国这种穷人养富人的富福利体质 在经济急剧下滑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动乱 正如孔子所说 有国有家者 不换寡而换不君 不换贫而换不安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跟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